字幕提供 我現在解說一下 我這台是聯想的 這台聯想IDOLPAD 330 然後呢我那時候買回來之後呢 我發現它的記憶體只有4G 就現在的筆電而言 搭配了Windows 它只有4G其實 那我覺得這聽說出來的筆電價格 通常是3、4萬 因為這台是很難送的所以我不太清楚 那我覺得它4G的記憶體有點少 這是我妹的筆電 它是比較久一點 它是華碩的這個型號 當初裡面內建也是4G的記憶體 4G的記憶體它那時候一直說 按下那個Windows的視窗 開始功能表不會出現 後來好奇之下因為我那時候家裡有個小筆電 就是那種桌上那種小小的 我自己買了16G、16G兩支 我把它插上去 發現官網上面說它頂多只能支援到8G 可是我插了32G 居然可以使用 所以後來我就去買了兩條把它裝上去 所以我現在要把這個16G的 這裡面 有沒有看到16G 16G的記憶體 最近才買的 我把它裝進去 看它能不能支援它 我本來以為它有兩個插槽位 但是好失望 還想說把它擴充到32G的 沒想到它4G是內建 裝一個16G的實質 有一點讓我失望 好 現在把它裝上去了 簡單的把它擴充 弄一點點起來就好了 看看能不能使用 其實這台 我對它並沒有 並不滿意 所以目前使用起來 它其實4G 跟這台華碩當初內建 就是4G的記憶體 有天腦之別 它跑起來是真的流暢很多的 只是我想說 我本來以為它有兩條 兩個記憶體差 我來看看 不過這兩台筆電啊 它顏色真的比較漂亮 因為我剛好最近接到 有一個客戶 他是做面板 然後上面有做塗料的 我才後來發現 因為這個面板的塗料 會影響到它的色澤差很多 因為這個色澤就不是很漂亮 它某些角度其實看不太清楚 然後這個 它的可視角比較廣 然後我看一下 看它能不能支援 所以我現在有內建4G 然後我剛剛用它的16G 先把我們那個 那個 哇!好糟糕 它只能認識一個4G 剩下那個16G的並不認識 這邊 那你裝上去之後 我剛才裝的是16G的 這是利奇買的 買的是這個 16G的記憶體 那沒想到 裝上去之後 它還是不認識 它只認識它內建的4G 不可惜 所以它是有限制的 那如果這樣比較起來 它擴充性速度沒有那麼好 不過這台這個算是撿到了 它居然可以支援到16G 這台筆電其實是比較新的 但是 從它支援的記憶體裡面 我剛才查了個16G的 裡面只有顯示4G 所以只讀得到內建的4G 代表說 16G對它來講 太新了 它居然讀不到 不過這台筆電 它是比較舊的 但它居然讀得到16G的 而且我查了兩支 穩穩讀到32G 所以它CP值 確實還蠻高的 不過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跑起來的速度 比它慢 然後我有去查過 它應該有 M2SD的硬碟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跑起來真的就比它慢 這可能是 它屬於入門的筆電的關係吧 所以它有些功能 被嚴格了 以上 就是記憶體的測試 16G 所以你就要再把它插回來 對啊 有很沮喪嗎 有點沮喪 你本來想把它 擴充 把它擴充到32G 因為 就我們而言啦 我們其實常常會 越裝越多東西 其實16G 我覺得 跑WIN10 應該是比較剛好 4G 我覺得可能沒有到那麼剛好 8G 是勉勉強強 如果真的不行 因為這張柱這一個還 配的是4G 目前被我裝在這裡面 我只要把它 裝進去看看 看能不能實用 不過搞不好是 它的插槽快了 好可惜啊 居然16G不能用 這台雖然比較新 可是 我有點想要跟它交換的原因 是為什麼 因為其實很常在外面演講 很多的投影機 是用這種孔 新型的才是 HDMI 然後這台只有HDMI接頭 它沒有BGA 所以 搞不好我跟它商量 跟它交換 只是為了 除去演講比較好用而已 剛剛 我發現我金手指好像沒有 差很進去 欸 我好像沒有裝好欸 看起來好像沒有裝好 因為它剛才 金手指 好像沒有很進去 我現在再試一次喔 我們來做第二次測試 欸唷欸 果然剛才是我金手指沒裝好 因為我發現它金手指好像有一點點出來 它壓到最底 它內建4G 你看現在把它裝好之後 它就20G了 每次影片都丟到這一招 然後拍影片都這樣 這樣也夠用啦 這樣子 你夠用嗎 這個GD 其實我是買比較高規格的 它是支援到 DDR4 2666 大部分的大概是2133 所以這個速度 它雖然不能夠支援到那麼高 但是我記憶體還是買比較好的 耶 可以用 好 謝謝大家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喔 subscribe 加入訂閱 還有什麼 bummer 按íss小鈴鐺 好 謝謝 拜拜 首先繼續拜拜 拜拜 一個次 sujet